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迫害法輪功已經整整20年 7月20號 德國外交部官員考夫勒 代表德國政府發表新聞公告 譴責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這份發表在德國外交部官方網站上的公告說 20年來 中共政府極為殘酷的對待法輪功 法輪功修煉者遭受迫害 未經法律程序就被關押 許多報告顯示修煉者遭到酷刑 甚至在關押期間喪生 考夫勒是德國政府的人權專員 他在公告中說 在法輪功遭受鎮壓20年之際 我滿懷擔憂的看到修煉者在中國的處境仍然危險 公告要求中共對系統性摘取被關押的 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嚴肅指控做出表態 還要求中共按照國際標準和中國法律維護人權 包括法輪功修煉者的人權 同時 美國的法輪功學員也將一批迫害法輪功人員的 名單遞交給了美國國務院 要求他們根據相關的法律 將這些人列入特殊名單 對他們拒發美國簽證 禁止入境 據《法輪大法明慧網》7月21號的報導 這批名單包括中共宣傳部門的負責人 各級政法委和610辦公室負責人 涉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生 監獄系統負責人 還有法官和勞教所預警 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回應說 名單已經收到 將會審核名單中的所有人 並依法處理 國務院官員還說 不只人權迫害者本人將被懲罰 他們的配偶、子女也都在被懲罰之列 同時還透露 美國政府相關辦公室的人員 已經擴充了一倍 將加大力度審核 限制各國人權迫害者的簽證申請 而且目前有28個國家已經制定或準備制定 類似於美國的馬格尼茨基法 對人權迫害者拒發簽證 凍結海外資產 中國華為公司在捷克的分公司 與中共駐捷克大使館分享客戶敏感資料的內情 日前被媒體曝光 捷克廣播電臺新聞頻道報導說 華為捷克分公司的兩名前經理證實 華為捷克分公司的員工會收集客戶的信息 並將這些信息輸入華為總公司內部系統 再提供給中共駐捷克大使館 這些信息包括商業信息 還有諸如個人興趣、如何理財等 與客戶相關的敏感資料 而且該公司的員工還會定期的 與中共大使館人員舉行內部會議 討論他們收集到的客戶資料 報導說 另一名前經理還透露 他以前的工作就是調查被該公司 邀請到中國開會或旅行的公務員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 這一期的時事進文